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11月23日 克罗德亚试取摩洛哥 周三傍晚 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开打 深处F组的摩洛哥与克罗德亚将在爱拜特体育场一绝高下 克罗德亚上届世界杯夺得队史最佳成绩 亚军经界他们想在创家机难度不小 但对于实力不俗的格子军团来说 闯进淘汰赛难度并不大 更何况目前球队近况正佳 已经取得各项赛事五连胜 此番面对实力不如挤兑的摩洛哥 克罗德亚有力取得开门洪 摩洛哥的晋级之路相当顺畅 他们在市外赛没有遇到什么强队 非常容易的获得了一个世界杯决赛周的名额 这对球队来说并不是好事 毕竟来到正赛 每支球队实力都相当强劲 特别是小组中 还有比利时和克罗德亚这些禁旅 摩洛哥将会遭受真正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摩洛哥队内多名球员出生在欧洲 而且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 但核心下基姆薛耶治状态存疑 此子经济在车载的上场时间寥寥无几 竞技状态完全得不到保障 如果他不能给予球队在进攻上更多的帮助 那么摩洛哥想走的更远难度极大 另外 摩洛哥近期的热身赛发挥也不算出色 虽然竟无偿保持不败 但对手多数是没有晋级决赛周的球队 实力有限 参考价值不高 此番面对实力强大的克罗德亚 摩洛哥还是不宜高估 克罗德亚上届世界杯表现让人惊喜 最终他们闯进了决赛 可惜在决赛不敌法国屈居亚军 即便如此 亚军已经是克罗德亚队史最佳成绩 到了境界世界杯 克罗德亚实力下滑是明显的 黄金一代的文迪苏杰 Mario Manzikic已经退役 而中场爱云拿捷迪退出了国家队 让年轻人上位 加上卢卡摩特利和爱云比列席等主将都超过30岁 克罗德亚的攻防效率明显不如上届 由此可见 主帅达利需要递送食饭 减缓比赛节奏对主将更为有力 加上中场实力的强大 他们能够打更多的控球以此来寻求破门的机会 另外 克罗德亚状态增加 包括上仗热身赛战胜杀的阿拉伯在内 前者已经取得各项赛事五连胜 手下败将还包括有法国和丹麦这些禁旅 含金量十足 其间攻守兼备 此番面对世界排名比几对低十位的摩洛哥 克罗德亚有力全取三分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